历史感应 不媚因果 善恶之暴 如影随形 南朝时期 有一位武将 名叫王玄摩 他在很小的时候 父亲就去世了 伯父觉得他 很有天赋 说他性格中正 将来 定会有出息 公元五世纪的南朝 君主 都希望能够北伐 统一中原 王玄摩 为南朝的武官 被当时的 宋文帝 封为北伐将领 他曾多次 向国君进县北伐策略 文帝听了觉得很好 感叹说 问王玄摩 打败 南宋爱国词人 新契约在南朝故地重游 写下了著名的词句 原家 原家草草 封郎 将写继续 赢得 仓皇 北固 就是借用 原家时代的北伐 讲述此人 全权爱国之心 新契约 新契级所说的 仓皇北固 指的就是刘义公 最终失败难归 的情形 之所以失败 还与王玄摩的决策失误有关 王玄摩 帅领主力军队围攻华台的时候 九宫不下 有人献策说 城里大多是茅草屋 应该采用火宫 王玄摩却否决了火宫的提议 认为此举 会让城内的军备物资复之一具 敌人因而有了喘息的机会 待到拓跋涛率援军抵达华台时 王玄摩带领的大军 已是军心涣散 无心恋战 继而兵败如山倒 王玄摩作为败将 虽然没有落入敌手 南朝也要对他按军法处以死刑 就在斩首前一天 他梦到有人告诉他说 送观世音经千遍就可以免货 观世音经是当时在北方流行的经典 在南方还没能推广 法华经中 专属观世音菩萨的普门品 因为位于甘肃张业一带的北梁统治者 举取蒙训大力推动 于420年前后在北方流行 这一品经文的汉文翻译 也是在公元406年才有 揪摩罗什大师在长安城定稿 可以想见 对观世音菩萨的广大灵感的体会 与认识是从北方开始 传播到南方还需时日 王玄魔请教梦中人 我命在旦夕 怎么能送到一千遍呢 菩萨于是教他念诵十句话 观世音 观世音 拿摩佛 与佛有音 与佛有缘 佛法相缘 常乐我尽 朝念观世音 目念观世音 念念从心起 念念不离心 王玄魔因而念念不止 终于送得千遍 此日即将上刑场时 他还在口不停送 念念不止 忽然有人大叫 停行 原来是有人为他求情 说 杀掉能够作战的将领 就削弱了自己的势力 并非良策 王玄魔因而获救 王玄魔临行获救的经历 一时间传遍南方 和他同时代的沈约 特别将他的感应事迹 写到宋书里 成为正史中的记录 在王玄魔去世 五百年后的宋朝 信仰观世音 已然成为本土文化的一部分 南方 已是家家观世音 护护弥陀佛 截至南宋灭亡前 新气急回顾王玄魔的失败经历 一股俯金 希望能够荡出北方葫芦的时候 恐怕没有留意 把观世音信仰带到中原的正是北方外族 而最先将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的菩萨带到南方 于各种艰难困境之中 守护家家户户的 却是策马北上 打算挥刀赶走葫芦的王玄魔 王玄魔之所以能在命玄一现的时候得欲菩萨 亦非偶然 他围攻华台城市 若真采用火攻点燃茅草物 那么城内恐怕难免陷入火海 生灵涂炭 史书虽然指出他因不想失去军备物资而拒绝坟城 并未提及他不忍杀害百姓 但是王玄魔此举 无疑保住了华台城的老百姓 此外 王玄魔的传奇看似不可思议 却与此时开始流传中原的念佛法门暗合 公元381年 慧远大师到庐山 三十余年 三十余年足不出山 结界念佛 是我国念佛之史 菩萨在梦中传授 朝念观世音 目念观世音 念念从心起 念念不离心 也是净土宗净念相继的体现 王玄魔梦到菩萨传授十具观音经 比浦门品更加容易流传 这种简化的观世音经 因而流传很广 一千一百多年后 这段十具经又传入日本 成为日本江户时代 流行在民间广为传颂的经文 称为《严命十具观音经》 还附上了不同时代 发生在中日各地的《灵验记》 学历史 说感应 知善恶 明因果 感谢您的聆听 我们下次再见